古希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在轮机械中提出了一个让不少数学家都感到困惑的谜题 如下方的木头轮子 将它抽象为两个同心圆 大的表示车轮 小的表示车轴 假设大圆半径为大R 小圆半径为小R 那么车轮在水平线上滚动一圈的话 两个圆的底部都会平移相同的距离 即大圆的周长二π大R 也就是说半径不同的两个圆 碾过的水平长度一模一样 就常识而言 这个结论非常奇怪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结果呢 1638年 伽利略在《论两种新科学及其数学演化》中提到了如何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车轮悖论 由于正N边形近似于圆 N越大 9越接近于圆 所以考虑多边形和圆的这种关系 可以先用两个正六边形来代替圆形 涂上油漆滚动一周可以发现 大六边形底部所在的水平线涂满了油漆 小六边形所在底部的水平线却是断断续续并未铺满 将正六边形换成正十四边形也是同样的结果 而当N趋近于无穷时 正多边形就圆了 伽利略根据上方的分析 类推得到 小圆实际上没有碾过水平上的每一点 只是碾过了其中的一部分点 该水平线上无穷多个点被涂上了油漆 但是点之间有长度无穷小的间隔 所以可以用虚线来表示小圆经过的水平线 这样伽利略就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车轮悖论 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曾向伽利略请教了这么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认为线段是由无穷多个 长度为无穷小的点构成的 伽利略在反复思考后 从亚里士多德的车轮悖论中找到了灵感 他认为线段是由无穷多个点构成 而且这些点之间还夹杂着无穷多个 长度为无穷小的空白 但这个假说却是蕴含矛盾的 当时人们认为无穷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实数 那么无穷多个长度为无穷小的点加起来 其长度一定是无穷大 而线段的长度当然不是无穷大 由于伽利略对无穷小的错误认知 所以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车轮悖论解释也是错误的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答呢 如果大圆和小圆都是独立滚动的 那么都滚动一圈的话 大圆确实应该水平移动二派大R 而小圆应该水平移动二派小R 但在悖论中真正独立滚动的其实是大圆 小圆是完全被动滚动的 所以悖论中提到小圆的半径为小R 其实完全是一种误导 让你觉得小圆也在独立滚动 而实际上小圆在进行滚动加滑动的叠加运动 小圆在水平线上滚动一段距离 滑动一段距离 最终完成了二派大R的平移 用斯特林制冷机制作一瓶液态空气 取一个保温瓶 然后放在斯特林制冷机的下方 接着等待一段时间取出瓶子 本来什么都没有的里面 此时竟能从中倒出液体 而这就是因为极端低温冷凝而成的空气 斯特林制冷机的原理是什么 它为啥能够将空气液化呢 斯特林制冷机本质上是一个斯特林循环原理 关键在于对气体热胀冷缩的利用 一个斯特林制冷机主要有两端的冷热气缸 冷热活塞以及中间的回热气组成 气缸内部封闭装有公制气体 如普通的空气或氦气 然后在热端的周围设置有吸热片和加热源 冷端的周围则是散热片和冷却源 制冷机启动后 机构推动冷活塞向左移动 热活塞不动 冷气缸中的气体被压缩 但由于外部有散热片 因压缩产生的额外温度被吸收 于是这部分气体压强升高 但温度不变 之后来到下一阶段 机构继续推动冷活塞左移 热活塞此时同步左移 冷气缸中的常温高压气体 经过回热气 温度降低 压强降低 接着冷活塞运动到头 热活塞继续向左移动 空气膨胀 压强降低 气温降低 但由于外部有热源的加持 所以温度其实保持不变 最后热活塞运动到头 机构控制其与冷活塞同步右移 低压常温气体经过回热气时 进一步降低温度 而压强则会有略微的升高 等活塞移动到气缸顶端时 整个运动完成 呈现在图形中就是一个B式循环 在这个过程中 气缸内的气体不断压缩膨胀 推动活塞进行移动 然后活塞在移动过程中 反而会使冷端的气体不断降温 工况良好的话 甚至能达到零下200度的超低温 鉴于空气液化的临界温度在零下193度 用冷端将空气液化 那是轻轻松松的事 不过最初的时候 这个斯特林循环主要为发动机提供动力 1816年 苏格兰物理学家 兼木师罗伯特斯特林 发明了一款外燃型发动机 通过外热源供热 加热内部气体 绝热膨胀做工后 推动活塞运动 从而将热能通过气体转化为机械能 用木板试管钢丝球 以及木塞石墨棒等 自制一个斯特林发动机 在尾部点燃一颗蜡烛 等待一段时间的预热后 用手拨动右侧圆盘 它便能自己快速旋转起来 并长久地持续运动下去 十番神奇 将质量大小完全相同的小球 同时从三条轨道的等高处落下 可以看到曲线的小球 在曲面弧度的帮助下 获得了比普通斜面前期更大的加速度 进一提前透支它可以得到的速度 于是在下落的过程中 即使距离比直线长 也总是能先一步到达终点 然而两点之间的直线只有一条 曲线却有无数条 那么怎么样的曲线才能使所走的时间最短呢 这其实是1630年伽利略提出的最速降线问题 当时他认为这条线应该是一条弧线 这话倒也没错 但说的还是太过简单 1696年瑞士数学家约翰·伯努利花了两周解除了答案 并拿着这个问题向其他数学家发起了挑战 一看的是这个问题在半年内都没有得到解答 最终在1697年1月29日正在为皇家铸臂问题苦恼的牛顿 收到了伯努利的来信 花了一晚上解了出来 得到的问题的正确答案为旋轮线 也就是百线 并匿名发在了数学学报上 提及解题原因 这位大佬只是跟朋友说了句 我最讨厌有人在数学上挑衅我 也是十分任性了 回归正题 为什么沿着百线滑落最省时 这到底是如何证明的呢 这里我们不妨可以参考伯努利和他的学生欧拉的解法 根据费马原理可以知道 光在折射和反射的时候 总是走时间最短的路 所以原问题可以想象成 一束光在不同折律的介质中传播 既以不同的速度连续地沿着滑道向下走 如果使分层的层数无限地增加 即每层的厚度都无限地变薄 则置点的运动就会趋于空间AB2点 置点运动的真实情况 此时折线也就无限增多 其形状就趋近我们所要求的曲线 最速降线 而折线的每一段趋向于曲线的切线 也就得出了最速降线的一个重要性质 即任意一点上切线和切垂线 所成的上切线和角度的正弦 与该点落下的高度的平方根比是常数 而这种性质于1599年 伽利略命名的百线性质不谋而合 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所谓百线可以想象在一个轮子上认取一点 然后让车轮沿直线向前滚动 这个点在空间中留下来的曲线就是旋轮线 它有个相当有趣的性质 在百线上除了终点之外的任何一点放置一个物体 物体滑到底端的时间总是相等的 这便是所谓的等时性 值得一提的是 百线在生活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比如在专业的滑板赛道上 滑出一道旋轮线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加速度 游乐场里跌宕起伏的过山车盘旋轨道 设计时也是利用了旋轮线垂直下降时 能达到最高速的性质 从而使挑战者能感受到最佳的刺激体验 鲁伯特之类 这种长得像三体人水滴探测器的东西 自从17世纪被发现后 已经被好奇的人类研究了近400年 这一切都源于它神奇的特性 这是一块相当投铁的玻璃 无间不摧的液压机想要彻底压碎它 也需要20吨的压力 并且液压机自身也会产生一个凹坑 不光如此 国外还曾有人用子弹射击鲁伯特之类 结果子弹粉碎了 这颗玻璃的头部依然没事 然而若是抓住它纤细尾巴的话 只需稍微施加一些压力 整颗玻璃泪珠就会瞬间爆裂四件彻底粉碎 那么这个矛盾到极致的东西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鲁伯特之类的制作方法说起来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高温加热使玻璃融化 让玻璃溶液自然地垂落冰水中就能获得 最早可以追溯到1660年 巴达维亚的鲁伯特王子给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 献上了五颗玻璃球 这种本应被受到当众嘲笑的寒酸礼物 竟然由此闻名事件 足足折腾了科学家们400年之久 直到人们使用交叉偏正光看到它内部结构之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融化的玻璃在滴进水里的时候 最外面一层会先凝固 但内部还是融融状态 核心融融状态下的玻璃慢慢冷却凝结 从而体积变小 但此时外部形状已经固定 所以会向着已经是固体的表面方向收缩 从而让外层玻璃受到高达700兆帕的巨大压硬力 几乎是大气压的7000倍 同时中心位置的玻璃也被原本成固态的外壳拉扯向四周 受到拉硬力 简单来说 大家可以将内部想象成两队势均力敌的拔河队员 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那么为什么头部和尾部受力差别这么大呢 这是因为入水先后顺序不同 鲁伯特之类的头部质量大冷却最慢 尾部质量小冷却快 从而导致头尾冷却不均衡 整个内部受力不均 脆弱的尾部一旦受到破坏 不均衡的压力就会瞬间释放 顺着裂纹扩散到鲁伯特之类整体 这个过程被称为裂纹扩展 秒速可达1450米到1900米 相当于音速的尾部 也难怪会粉身碎骨了 值得一提的是 钢化玻璃本身具有高抗压度的原因 也是因为经过急速冷却处理后 表面存在着一层薄薄压硬力的原因 所以钢化玻璃耐冲击 而且一旦破碎后 就会像鲁伯特之类一样 碎成大量小颗粒状碎片 不会伤人 这样的处理技术不仅适用于玻璃 钢管也可以 比如炮管滚珠等金属制品 由于依靠单纯的热胀冷缩 所提供的硬力有限 在经过液压爆炸等方式处理后 就能增加更大的硬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